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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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黑长直书里的整整齐齐 披散在肩膀上 素面朝天 名谋好齿的模样 一瞬间便吸引了我的目光 他在舞台上侃侃而谈 自信从容 落落大方 如此出众 与我平常接触到的女子都不相同 肋骨青涩又向上奋力迸发的气质 使我沉醉 分享结束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 向她发出了邀约 作为S是最负盛名的故事集团的未来继承人 我的一举一动牵动着所有人的关注 在大部分人印象中 我从来没有与哪个女子传出绯闻过 今天发生的事 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我叫顾明浩 你刚刚的演讲非常棒 我平时也喜欢看书 有机会以后一起交流一下 我将联系方式递到了林子轩面前 林子轩那双灵动的眼眸盯着我 扑斥一笑好呀 我叫林子轩 以后有空一起玩 所谓一笑春温 大概莫过如此 多年后 这一笑仍频繁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自那天之后 我对林子轩展开了长达四年的追求 她家境贫寒 父母隐晦地提醒我注意这不对等的条件 我却不以为意 她风吟的精神世界 早已超出物质的束缚 这是我第一次喜欢上一个人 来得如此轰轰烈烈 如此坚定不移 因为都在省城读大学的缘故 理所应当的我们越走越近 每次放假开学 都是我亲自接送她 她的大学四年 我全程参与其中 这四年 所有人都羡慕她 有我这样一个追求者 踏实的性格 完美的家世 稳定的情绪 以及无与伦比的专一 每次她来例假那几天 我都会提前亲手熬制好浆壮奶和红糖水 及时地送到她手上 她临近考试 学业压力大时 我会带她去听音乐会 带她出行游玩散心 每年她的生日 我会送给她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平板电脑 为她定制专属蛋糕 送她最爱的史迪仔玩偶 每年的情人节和七夕节 会为她定制一生只送一人的玫瑰 无论是飞舞雪花般的浪漫 还是落在实处的关怀 我都毫无保留给她最好的 所有人都认为林子轩迟早会被我打动 而林子轩自己也是一副沉溺其中的模样 她经常对我说 顾明浩 我可舍不得把你让给别人然而这一切 当她的初恋堂远明回来后 变化为水中月影 我所有的付出比不过她们那高中时懵懂的情愫 比不过那段特殊的青春经历 比不过她唯一牵挂的那段校园爱情 一切都是有迹可寻的 只是当时的我陷入情网 没有发现罢了 那时林子轩临近大肆毕业 而我也逐步接受家族产业的管理 那段日子 林子轩为了保证闭设顺利完成 向我提出减少会面的要求 我向来对她百依百顺 再加上她是如此上进的一个人 我也不想在这关键时刻影响她 那天是她拍毕业照的日子 我挑选了精美的礼物 并邀请了专业的摄影师 打算为她大学四年的生活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车子顺利进入校园 停在了她的宿舍楼下 然而等来的 却是她挽着另一个男生的手臂 款步而来 在看到我的那一瞬 林子轩慌忙撤开了手 我不是让你别来吗 我在忙闭设的事情 牵在一起的手 眼里的惊慌 早已说明一切 我平静地看着林子轩 希望她能解释说明一下 也许是我的眼神平静地可怕 林子轩受不了这样沉默的压力 终究还是开口了 顾明浩 谢谢你的欣赏 但这几年 我一直是把你当作哥哥来看待的 你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 也是一个十分正直 和善的人 正因如此 我才会和你一起玩 但是这几年 你有点自我感动了 你送我的礼物 都是你自愿付出的 我从没有开口 主动求你买过什么 而且有一点我希望你正视 你没了家事 不过一个普普通通的本科生 而我和远明 都是985学校毕业 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尽管现在你光鲜亮丽 但以后的生活 我们不会比你过得差 我不喜欢你高高在上 施舍给我东西时的模样 我也是个有自尊心的人 每当听到同学们 议论你又送了礼物 给我时 我就十分痛恨 恨你为什么这么厚脸皮 一次次不停给我送礼物 恨命运为何如此不公平 没有给我一个优渥的家庭环境 严禁于此 希望你以后别来打扰我们了 我默然以对 我才明白 这四年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林子轩始终都没有进一步的打算 所有的暧昧 不过是一时的贪图享受罢了 她和她在高中时就在一起 因为学业的缘故 被迫分开 如今唐远明学业有成 前途一片光明 风风光光地回来迎接那份爱情 唐远明一句话都没说 只是紧紧握着林子轩的手 眼神中的得意已经藏不住了 周围围观的人弄清来龙去脉之后 也开始议论纷纷 大多都是为他们的爱情故事而感叹 是啊 外人看来这不就是最完美的爱情剧本吗 校园爱情 学霸学成归来 富二代的插足等等 这所有标签都像爽剧一样 发生在唐远明身上 唐远明搂过林子轩的腰 深深吻了下去 围观的人顿时爆发出阵阵喝彩 我算什么呢 我看着周围人对他们的祝福 以及对我异样的眼光 很想说点什么 他们手上戴的 脚底穿的 都是用了我的钱 这几年 我为林子轩送的礼物 估计他转身就给了唐远明 他们用了我的钱 用了我买来的东西 去拥抱着他们的爱情 然后现在冠冕堂皇了一堆理由 站在制高点上来 先发制人 但我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 痛彻心扉的感觉蔓延开来 同时在极度愤怒和悲伤下 还有一股自灵魂深处 释放的轻松 在那一刻 我深深明白了 为何父母一直强调门当户对 林子轩和唐远明 他们深深地活在 自己认为的那个世界里 他们想用自己的想法 去挑战这个世界的规则秩序 然而却要以我的受伤 作为见证和代价 喝 井中挖窥天上月 原生家庭成长的影响 终究不能磨灭 四年的故事 终究在今天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最后看了一眼林子轩 随后转身离去 将准备的礼物 随手丢进了一旁的垃圾箱中 顾总 您探车子缓缓驶出校园 司机示意我看后视镜 后视镜里 唐远明正从垃圾箱中 扒拉出我刚才丢弃的礼物 风中传来了他的声音 这些顽裤装什么装 不知道浪费可耻吗 多好看的盒子呀 扔了怪可惜的 这就是我和林子轩之间的事 没想到过去三年了 现在回想起来 还这么历历在目 我自嘲地笑了笑 端起眼前的杯中酒 一饮而尽 原来这个故事真实情况 竟然是这样的 我的评价是 一对双标加不知廉耻 加白莲花的狗男女 我抬头看去 映入眼帘的是一双 满是心疼的眼眸 哼哼 没想到堂堂顾大少爷 竟然还是个恋爱脑啊 我这才出国几年呀 你就被欺负成这样子 她是李雪飞 是我爸妈好朋友的女儿 我们从小玩到大 她高中毕业后 出国刷学历 前不久刚回来 出国前 她向我表白 我拒绝了 一方面是 还没做好谈恋爱的准备 另一方面是太熟了 根本没有那方面的考虑 再后来 我认识林子轩 开始去学习 如何爱一个人 却被当成提款机 失去林子轩的这三年 我将自己封闭了起来 家人都十分担心 直到前不久 李雪飞回国 母亲开始在我耳边吹风 窜多我和李雪飞在一起 门当户对 知根知底 属实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今天林子轩约我见面后 转头我便来找李雪飞分享 一个活在记忆中四年未见的人 突然提出见面 本身就是一件十分蹊跷的事 你现在还喜欢她吗 李雪飞水汪汪的眼睛 充满着灵动 想在我这里得到一个答复 我也没有辜负她 我坚定地摇了摇头 男生的恋爱脑只有一次 哪有当提款机当上瘾的 人总是会成长的 谁都有被感情折磨过的时候 这三年来 从悲伤痛苦到不甘怨恨 我现在对她 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留念了 只有无尽的恨 不错吗 满分回答正在这时 我收到了一条消息 打开手机一看 是某平台的一个直播间 进入直播间 画面中是一个男人 举着一条红色横幅 站在一座高档写字楼门口 那座大楼有点眼熟 不正是故事集团的写字楼吗 而横幅上赫然写着 还我女友四个大字 看到这里 我才发现 那人不就是唐远明吗 此刻的直播间里 唐白也开始讲述 林子轩和唐远明的故事 讲述中 我以及身后的故事集团 被描述成了横刀夺爱 拆散小情侣的黑恶势力 校园爱情遇到富二代的插足 电视剧的桥段在现实上演 很多人开始义愤填膺 为唐远明鸣不平 随着直播间人数越来越多 热度也越来越难以压下去 然而就在下一刻 我的电子邮箱里 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 发来的信息 里面是唐远明 参与网络赌博的证据 里面有他本人的赌博 软件身份注册信息 和大量网络借贷往来依据 掌握了这手资料 挽回舆论轻而易举 有时候舆论就是这样 最初骂我们的一批人 跟现在骂唐远明的是同一批人 真相并不重要 故事最后演变成了 高材生误入歧途 欠下赌债 博取流量吸引同情 然后被反噬 女友一怒之下选择举报 当晚唐远明便消失了 同时警方开始对他进行追捕 故事中提到的那位 一直没有在大众眼前露面的神秘女友 此刻却正坐在我的对面 辉红大气 充满科技感的写字楼 让林子轩有些不适应 你想要什么就直说吧 我的语气冷淡 尽管是他提供的证据 解了燃眉之急 但感性上我实在很难 对他笑脸相迎 你不关心我 为什么会举报唐远明吗 如果只是说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那你还是请回吧 林子轩咬了咬嘴唇 眼眶变红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现在才发现 我其实一直是喜欢你的 希望你能给我赐弥补的机会 不等我开口说话 李雪飞从侧厅走了出来 道歉能当饭吃吗 你觉得你的道歉很珍贵吗 收起你那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白莲花做给谁看呢 看着李雪飞 林子轩的俏脸变得无比惨白 你是李雪飞 你们 你们已经在一起了吗 你认识我 不应该啊 我才回国不久啊 你跟他说的 李雪飞歪着头盯着我 我摇摇头 看着林子轩 这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我开口道 我和他的关系 没有义务告诉你 并不是谁都跟你一样 喜欢玩弄别人的感情 好自为之吧 夜晚和李雪飞回家的路上 他跟我聊起了最近发生的事 回想起认识林子轩到如今 也有七年的时间了 这七年 我也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学生成长为一个年近三十家族企业的花式人 说起来 我应该感谢林子轩 在他那里 我学会了怎样对待一份感情 对恋爱和婚姻有了更深的认识 人都是会变的 或许林子轩真的改变了吧 但我和他已经是不可能了的 每个男生能接受一个曾经调过自己的女生呢 有人说 人这一辈子会经历三段感情 第一段是你爱而他不爱你 第二段是你不爱而他爱你 第三段是你爱而他也爱你 我将这些体会分享给李雪飞 这段时间他在身后的陪伴 让我深刻体会到了这个女孩的心意 顾明浩 其实我明白 你一直没有忘记他 恨也是一种放不下 但从他来找你开始 你的做法和态度我也一直看在眼里 我相信你 我也相信我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是正确的 不管之后面对什么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看着李雪飞柔情似水的眼眸 我的心猛的一颤 我突然明白 给女孩子安全感 有时候并不一定全靠金钱 天空飘起了额毛小雪 李雪飞鲜瘦的背影 在雪夜中格外惹人联系 洁白的雪花 扁缀在他黑色泥子大衣上 一头褐色微卷的秀发 在昏暗路灯的照耀下 散发着光芒 煞是好看 直播事件已经过去了五天 唐远明还是一直没有找到 城市的霓虹 在夜晚的画卷上铺开 还是上次和李雪飞喝酒的那个小酒馆 这是属于我和她的秘密基地 我一个人默默地喝着酒 缓解着最近工作的疲劳 舒缓的音乐 轻松的氛围 远离城市喧嚣的安静 让人能够放下疲惫 卸下面具 好好地放松心情 就在这时 一片阴影笼罩过来 我抬头看下来人 映入眼眸的是一双阴翼通红的眼睛 失踪了几天的唐远明 此刻就在我眼前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他 酒馆灯光昏暗 客人三三两两地坐在角落里 察觉到来者不善 并且还是个再逃人员 我打算先行离开报警 没想到唐远明一把将我死死按在座位上 我心中慌乱 但表面仍然故作镇定 尽管知道他未必听得近 我还是想用语言 稳住他的情绪 你现在并非穷途陌路 痛改前非还来得及 你和林子轩的事 确实与我无关 我也不会和他有任何瓜葛 你也是成年人 就算想报复 我用这样的方式 你应该知道是最不理智的 然而 我还是低估了 唐远明的偏执与疯狂 他双手亲筋抱起 用力地按着我 粗重的呼吸 拍打在我脸上 没有瓜葛 他为什么离开我后 第一件事就是来找你 为什么我那么努力 却还是没能留住他 为什么我那么拼命地学习工作 还是比不过你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事事都不顺心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没有你他根本不会离开我 没有我也不会像今天这样 被那么多人唾气谩骂 都是因为你 唐远明越说 情绪越激动 声音已经吸引到了附近几桌客人 感受到他的情绪已经濒临崩溃边缘 我意识到自己再不逃可能会有危险 我想强行挣扎着起来 却突然感受到压在我肩膀上的力道一松 你这种只靠投胎的废物 根本不配拥有它 去死吧 扑哧 我感受到一个冰冷的尖锐刺入身体里 随着一阵剧痛袭来 我感觉周围一片混乱 酒馆昏暗的灯光闪烁着带走我最后一丝清醒 我受伤很严重 唐远明赐我的是一把狭长的水果刀 离心脏就差几公分 好在第一时间接受了救治 饶事如此 我还是昏迷了整整三天 睁开眼时 父母和李雪飞都守在我身边 母亲那泪眼婆娑 充满疼爱的目光 还有父亲憔悴的模样 以及李雪飞哭得通红的眼眸 都让我深深自责 还是让爱我的人担心了呀 秉退周围的医生护士 我了解到了那晚的来龙去脉 唐远明这个人 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自卑敏感又偏执疯狂 幸好那晚酒馆老板 认识我和李雪飞 先是报了警 再通知李雪飞 至于唐远明 刺伤我之后就被周围的人制止 在混乱中逃跑 但最终没能逃脱 被成功缉拿 父亲见我醒来 便也放下了心 嘱咐我好好休息 之后便去处理唐远明的事情 不久之后结果传来 不出意外 唐远明将会以故意伤害罪 致人重伤和赌博罪进行量刑 等待他的 将会是长达十余年的牢狱之灾 但我不想就这么放过他 唐远明的性格偏执极端 这样的人出来之后 也是个不稳定因素 再加上他对我恨之入骨 不如就趁这个机会 彻底除掉后患 我将想法告诉父亲后 父亲也点头同意 随即开始安排 等到一切都安排好后 已经接近半夜 母亲万般嘱咐我 好好休息后 先行回家留下李雪飞照顾我 我握着他的手 一片冰凉 抱歉让你担心了 李雪飞红着眼眶 哽咽着说道 我不在你身边 你就出了事 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说着他将头轻轻靠在我的胸口 家人入怀 心脏不白觉得越跳越快 正在这时 我余光撇到病房门口站里一个人 林子轩此刻站在病房门口 看着病房里的两人 突然不知该如何是好 进去呀 站在门口干嘛呢 恍惚间 他猛地被身后的人推进了病房 我看着林子轩 和他一同进来的中年妇女 不知又唱的是哪出戏 而李雪飞 翘脸 已是一片冰霜 冷冷道 这里不欢迎你 中年妇女手里 提着一大堆农村的特产 随手放在地上 一脸谄媚地对着我们说 顾公子 我们来看望您 他一边说着 一边把林子轩朝我的方向推 林子轩被推到我的病床前 怯生生地看了我和李雪飞一眼 压低声音说道 她是唐远明的母亲 想求得你们的原谅原谅 呵 站着说话不腰疼 没门 李雪飞怒气冲冲 恨不得立马把眼前的两人赶出去 中年妇女健壮 赶紧上前把林子轩往我怀里推 哎呀 这说的是哪里话 您身份尊贵 何必为难我们这些穷苦百姓呢 我大老远地带了土特产过来 您大人有大量 就原谅我们家远明吧 实在不行 我知道您喜欢这个丫头 要不让她陪您睡几天也成啊 只要您能原谅我儿子 我和李雪飞瞬间震惊地愣住 林子轩眼含悲戚地看着我 目光里是深深的绝望 原来她面临的生活环境就是这样的吗 突然 林子轩眼神变得坚定 像是下定了某个决心 鼓足勇气说道 顾明浩 看到你没事 我真的很开心 关于唐远明 我希望她最有应得 大概中年妇女也没想到 林子轩能说出这番话 短暂的震惊之后 她反应过来 猛地扯着林子轩的头发 大声囊囊 你个下贱东西 忘了你跟我儿子订婚的时候 怎么说的了吗 现在就靠你 才能救我儿子 你竟然吃里扒外 动静吸引了值班护士和医生 他们连忙呼唤安保 将二人分开带走 临走前中年妇女不死心 仍然大声哭喊 顾公子 我们生养个儿子 不容易啊 您体谅下我们啊 只要您肯原谅 我们家远明 这个女人给您当小三 都没问题的呀 我和李雪飞 都强忍着恶心 实在无法想象 世界上竟然有这么离谱的人 现在我终于明白 林子轩为什么要和唐远明分手了 原生家庭的重要性 在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临走时 林子轩的眼神深深刺激着我 绝望无助 又带着一丝哀求渴望 李雪飞靠过来 问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闭上眼睛 缓解着疲惫 只觉得脑瓜子嗡嗡的疼 千里之低 亏于已学的道理 我自然懂得 为了不必要的麻烦 唐远明这样的人 是不可能再出来了的 至于林子轩 想起她最后的眼神 我心里不免也有些怅然 这就是她的选择吗 话说 自从她再度出现之后 平静的生活掀起了波澜 这么多天过去 也是时候该为这段情缘 画上一个句号 再次见到林子轩 已是数月后 她越发清瘦 眼里早已没有 初次见面时的灵动 一身白色妮子大衣 搭配一件褐色针织马甲 将曼妙的身形 勾勒得淋漓尽致 在湖畔寒风中 显得格外单薄 我顿时有点恍惚 依稀记得 这件妮子大衣 曾经她经常穿 好像是我为她买的 这条湖堤小道 是曾经我经常 和林子轩散步的地方 看见我把见面地点 选在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 她的毛子里 再度燃起一丝希望 我看着眼前的林子轩 心里感慨万千 还记得那次 我和你一起 在这里跑步吗 你穿着一件 天蓝色的运动短衫 素面朝天 湖畔微风轻浮 扬起你的头发 传来的清香 我至今难忘 一边说着 我打开一个收纳盒 里面是满满的 一叠叠堆放整齐的性质 纸张已经泛黄 这是我日思夜想 实在受不住 这份想念的折磨 于是疯狂写下你的名字 厚厚的一打指 我也没有数过 到底有多少遍你的名字 直到今天来之前 我才数了数 发现竟然是整整的一万遍 我看着林子轩 捂着嘴巴 强忍着眼泪 继继续说道 还有这些明信片 和这本相册 我托人找关系 准备了很久 才收集到全世界 所有国家 所有语言的 我喜欢你 我全部收集起来 做成了这本相册 本来打算你毕业那天 对你表白送给你的 可惜了 我陆陆续续拿出 曾经我追求林子轩时的 各种小心翼小惊喜 很多已经蒙上一层厚厚的灰 如今重见天日 在寒风中 反倒竟有些意义生辉 林子轩此刻 已经哭得泣不成声 我看着她崩溃的样子 继续说着 或许白月光最大的杀伤力 便在此吧 那时的你是世界上 最美的女孩 谁也比步了 包括现在的你 可惜了 终究还是遗憾吧 希望你今后一帆风顺 我拿出打火机 将这些我对她的厚厚思念 全部点燃 林子轩伸出手想阻止 然而寒风一扬 她什么也没能抓住 这份情意终究化成灰 随风而散 做完这一切的我 默默地看着林子轩哭 心里涌起一股短暂的失落 然后是一股畅快 这是报复的快感 重补偿了吧 看着林子轩在我眼前崩溃大哭 这也算是 她对我这七年青春时光的 一过了许久 林子轩亮呛地撑着身体 她昂起头望着我 泪滴如珠 顺着她的脸颊滑落 突然一阵微风拂过 将她的秀发扬起飘荡在空中 一如曾经 看来 命运的力量果然是强大的 我尝试着做出举动 去改变 希望能够改变命运的结局 没想到仍是徒劳 她欺然地说着 泪珠一滴滴滑落 在冬日的寒风中显得格外凄美 谢谢你的祝福 也希望你未来一帆风顺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林子轩 我一直无法理解她最后对我说的这段话 这跟命运有什么关系呢 三年后 我和李雪飞的婚礼顺利举行 S室的顶层圈子几乎尽数到席 我挽着身边一袭白色婚纱裙的李雪飞 微笑着面对数不清的镜头 林子轩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了一个记忆 她的世界和我的世界全然不同 仿佛是漫长生活中偶遇一道惊艳的风景 驻足停留片刻就好 婚礼后 管家递给我一个匿名信封 上面写着新婚快乐 夜晚 李雪飞脸色飞红地从我身体上起来 筋疲力尽地靠在我的胸口 今天收到的那个奇怪的信封在哪 打开看看是什么 她搂着我的胳膊 语气娇媚动听 我取来今日收到的那张信封 打开发现里面有一张明信片和一封信纸 信纸褶皱不堪 仿佛寄信的人反反复复妈撒了很久 我先打开那张明信片 上面只有一句话 自己清秀涓力 我与春风接过客 你携秋水揽星河 我与李雪飞对视一眼 心里已经猜到是谁寄来的 哼 看来某人还是心有不甘啊 李雪飞嘟着嘴 一脸晦气 我淡然地笑了笑 随手将明信片丢进了垃圾桶中 时过境迁 心有不甘又如何 这段故事 对她而言是最有应得 对我而言是一份成长经验 各自安好便是晴天 我拥着李雪飞 看着窗外万家灯火通明 转头看着身旁妻子娇媚模样 再次俯下身去 曾经沧海难未水 除去乌山不是云 事后 我才记起好像还有一封信 我和李雪飞将目光投向了那封密密麻麻皱的发黄的信纸 我叫林子轩 接下来我所讲述的是 可能会让你们大跌眼镜 匪夷所思 全当一个故事来听吧 我重生了 重生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 当我接受自己重生那一刻起 以为是老天给了我一次再来的机会 没想到 只是再一次被命运捉弄罢了 我很幸运 有两个很爱我的男人 但重活一世 到最后 我也一个都没能握在手里 我不知道 唐远明是什么时候染上赌博的 重生之后发现 早在结婚前 他已经开始接触赌博那一刻 我心如死灰 上一世 我坚定地选择了唐远明 高中时期 那种情愫缭绕在心头的懵懂美好 一直支撑着我们走下去 唐远明的努力 他的理想抱负 他对我许下的海事山盟 都让我坚信 我们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 认为我们会和在高中校园时一样 甜蜜幸福 然而 婚后残酷的现实 无情地撕开美梦幻想 柴米油盐 再加上生活中偶来的变故 让我们这个小家庭 摇摇欲坠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唐远明开始变得脾气暴躁 他经常对我大吼大叫 稍有不顺意的事 便开始砸东西 起初我以为是他工作压力大的缘故 直到他性格越来越偏执 情绪越来越极端 甚至动手开始打我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情况不对 我实在不愿相信 曾经朝气蓬勃的少年 变成如今恶鬼一般 我尝试过沟通 但最后都无济于事 生活质量的下降 变体的伤痕 使我身心疲惫 但我还是没有对自己的选择动摇 我仍然不遗余力地相信他 支持他 我相信 这只是他事业不顺利 这个阶段的偶然发泄 但高涨的物价 加不完的班 不见上涨的工资 不但折磨着他 也折磨着我 终于我忍无可忍 和他大吵一架 那天我被他打得遍体鳞伤 我成功住进了医院 但迎接我的是 唐远明的消失和债主的上门 那时候我才知道 他在外赌博欠下一批股债 并且还用我的身份证 带了一大笔高利贷 年少的豪言壮语 早已在这冰冷的现实世界中 支离破碎 我无力偿还高额的负债 只能用身体进行偿还 我感受着那些男人 在我身体里的进进出出 迟迟未能等来唐远明 终于对这个世界绝望 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 从高楼一跃而下 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在下坠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了顾明浩 其实对于顾明浩 我不敢说自己没有丝毫感情 她是那样的完美 让我感到这一切都不真实 再加上年少时的自尊心作祟 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 大众口中的拜金女 最终远离了她 那次学校见面是最后一面 之后再也没有听过她的消息 直到从新闻里看到她结婚 不知为什么 过了那么久 新娘的名字和模样 我都记得很清楚 是一个叫李雪菲的姑娘 如果我当初选择她 一切会不会都不一样 再次睁眼 我发现自己重生回到过去 看着身边的唐远明 上一时痛苦记忆袭来 疯狂地恨一字声 看着她年轻的面旁 我也禁不住恍惚 重来一次 是否有机会挽救 最后一丝对她的幻想终于破灭 然而当我打开她手机 发现那些赌博软件和网贷软件后 两世为人 我明白有些是一旦触碰 就再也难以戒掉 这一事我要将顾明浩 死死抓在手里 我一边悔恨上一世 自己为何没有早点发现 一边庆幸能重来一时 不顾唐远明苦苦哀求 我执意与她分了手 然而再次见到顾明浩 却发现她眼中早已没了那股热议 她的眼神我很熟悉 那是上一世最后镜子里 我的眼神 充满恨意 她为什么这么恨我 没有追到我就产生这么大的恨意吗 一 后来 我亲手举报了唐远明 帮助她化解危机 希望她能够回心转然 终究是一场空 我渐渐明白 人与人是不同的 家庭决定了三观 性格 我和顾明浩 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她的出现 短暂地照亮了我人生的一段路程 当时未能驻足 那便只能错过 命运果然是公平的 终活一世 我仍然没能等来自己的幸福 所幸这一世 我能平安地生活下去 我离开了这个从小长大的城市 离开了这个南方美丽的省份 独自踏上未来的征程 回头望去 希望她幸福快乐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